这是一款游戏 游戏的右上角显示着人物的属性 是不是觉得有点少 那我们来修改一下 输入人物属性对应的值 搜到值以后 输入想要修改的数字 就填GG9吧 我们这里就完成了对游戏的修改 可能会有消防人说 可是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找到触发刷新数值的条件即可 比如开枪会触发能量条的刷新 我们来开一枪 这里能量条件就变到了之前试改的数字 显量和护甲也是相同的原理 我就不再演示了 是不是突然觉得 卧槽原来修改游戏这么简单 对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我们平时玩的游戏 比如说吃鸡飞车王者的辅助 就是用GG来制作的 当然我不会做这方面的教程 毕竟腾讯也是警告过我的 兄弟们记得把这个公屏搭在保护上 好废话少说 这就请出我们的主角 配主角 安卓最强游戏修改器 没有之意 GameBuddy 简称GG 这期视频主要简单介绍一下 GG的强大之处 G如何使用 想要学习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之前做的 机器使用教程 还是讲的蛮细的 OK 我们既然打开了原器骑士 就从原器骑士下手 教大家简单的来修改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机器 机器分为两个 一个是硬件加锁 一个是软件加锁 其实差的不多 手机性能一般就使用SW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游戏 在机器中选择原器骑士的进程 我们可以看到 大厅的每个角色 都是需要金钱来购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个人物的值 12000 4000 5000 我们点击机器中的搜索按钮 输入对应的值 使用分割幅分割开 然后类型选择DWord 也就是整数的意思 之后点击搜索 就找到了对应的值 点击修改按钮 直接将它们修改成复数 就相当于我们买东西 还有它们给我们钱 然后我们来购买一下人物 这里就修改成功了 而且这个值是真的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滋味 我们可以退出机器 重敬一下游戏 然后再购买一下 之前没有修改的人物 顺便再升级一下等级 头头告诉你 其实还可以存档的 以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优手就行 当然这里还要说一下 机器的运行是需要Rot选限的 不过手机没有Rot也是没有关系的 放在免Rot环境里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VMOS等一些免Rot框架 需要把机器和被修改的软件 都放入框架中 想详细了解的话 还是建议看一下 我之前做的机器使用教程 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安卓神机软件 GameGuardian 后续会持续更新 更加离谱的神机软件 喜欢的话可以三连加关注 收藏越多更新越快 我是小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